很多人會覺得醫學史其實是一門很枯燥的 理論上來說應該就要談到很多技術性的 藥理性的 或者是醫學知識性上的累積 大概不會比普通物理或普通化學 你們現在正在念得更愉快才對 其實恐怕也不然 醫學這個東西始終都有一個兩面性 尤其是在現代醫學的部分 第一個面向是它的科學性 在科學性的角度裡面 它跟物理學跟化學跟天文學其實差距不太大 可是醫學有另外一個面向 它必須要面對整個社會 它必須要面對作為一個人的病人 甚至是作為一個人的醫生的本身 所以它有它受到當下時空條件 社會條件文化條件制約的一個特性 我們可以從後面的這個角度 去比較有趣地去看待 19世紀幕府末年的日本是如何發展現代醫學 還有其間的衝突 也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夠看到 儘管現代醫學在這段時間裡面 慢慢地傳入到了日本 可是它卻始終擺脫不了 某些日本社會裡面的一些特質 而這些特質建構了今天日本西洋醫學界 也就是現代醫學界裡面的一些特性 這個特性在西方醫學界裡面不太看得到 這個會是今天問題討論裡面的一個題目 我請大家用一個比較輕鬆的角度去看待今天的講述 有多少人知道公本武藏 舉個手吧 知道公本武藏好這容易多了 有誰看過Tom Cruise演的《末代武士》是不是 這今天更好講呢 OK 我們先講一下它的背景 我們始終把明治維新當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日本建材化的分水嶺 它所區隔開來的事實上是 從我們一般的比較 俗世性的一個說法來講的話 它剛好區隔的就是一個 傳統的鎖國的封建的幕府政治 跟現代的立憲軍王政治 老實說立憲這兩個字要到1915年 日本戰敗後才出現 但至少是一個比較現代的政治組織 那麼簡單來說幕府政治是怎麼一回事 幕府政治我想大家都知道 從知田信長德川家康這麼一路發展下來 中間還有一個封城秀吉 我們只講後面這一小段 1603年德川家康以正義大將軍的名號 統一了日本 並且他把他的幕府 也就是他的將軍府 放在了江戶這個地方 就是今天的東京 這件事情有一個什麼意義 東京開始在日本的政治版圖上面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它不僅僅是一個政治中心 還是一個經濟中心 還是一個文化中心 從這一段時間開始 它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麼作為幕府大將軍的德川家 當然從德川家康到後來的德川慶喜 一路下來的形式下面 他用分封的方式去籠絡各地的諸侯 這種情形我們在歷史上面稱之為封建 那麼為了要掌握他的權力 他對外的策略呢 除了傳統上與中國的關係以外 也僅僅到了尤其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紀以後 當西方勢力來叩關的時候 他也僅僅開放了對於荷蘭的通商往來 也就是在今天的長期的地方出現了所謂的荷蘭商館 等下我們再去提這個荷蘭商館的一個角色 那麼在這種情形下面呢 我們就說這個時候的日本的幕府政治是一個封建的 我們現在一聽到封建主義 我們今天大概不會有人很高興跟你告訴你說 你這人好棒真封建 封建是一個負面的 那相比於這樣的一個封建的一個政治政體來講的話 明治維新尤其是維新兩個字 看起來這是當時就用的名號 明治維新這個維新兩個字顯然就來的 開明進化文明 那麼我們一般常常就會說 明治維新的開始的計算年份呢 是在明治天皇即位了以後 他不是明治天皇同時即位 是即位了以後的1868年 聯合西南諸藩 就是這幾個小小的諸侯 尤其是長洲藩薩摩藩 如果有興趣的人會知道 長洲與陸軍建長薩摩與海軍建長 然後請大家特別記得這個 王政復古 一方面他講明治維新 這是我們記得這段時間 1868到1870年這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始終記得他的明治維新 可是他當時的口號很重要一個是王政復古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配合他起兵的西南諸藩 如果這是日本列島 江戶在這裡 西南在哪裡 西南在今天的九州 大阪 福岡更麻煩的 還包括今天的鹿兒島 在當時的日本 不要講當時的日本 到今天的日本都還覺得 這一塊地方是比較文化落後的地方 這裡面有一個吊詭之處 當他以明治維新 我們今天認知到明治維新 所要做的日本全盤西化 這樣一個動作的時候 他所聯合的主要的對象 卻是西南比較落後 文化 經濟 政治 各方面勢力 尤其是文化 文化程度上比較落後的西南諸藩 可是他卻擁有後來日本最重要的兩支武力 一支陸軍 一支海軍 而口號卻是王政復古 他到底是一個進步的政體 還是一個落後的政體 我們不討論政治的問題 但這個裡面其實是一個有趣的 而且也相當吊詭的地方 就在於事實上 如果大家有看過日劇 有沒有人看過賭基 前一陣子不是很紅嗎對不對 然後他有一個台灣翻譯叫什麼 大和劇還是什麼之類的 其實當江戶城被攻破的那一剎那 在江戶城裡面的 幕府將軍裡面的這些目視目有 事實上對於整個的形勢 有一個非常痛苦的感受 這麼文化這麼進步 經濟這麼複數 政治這麼清明的江戶城 卻會被落後的野蠻的西鄉龍聖所攻下 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 這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到的 是一個進步的現代的西化的明治天皇所領軍 擊敗了封建的傳統的保守的德川幕府 我必須不斷在這裡強調這個東西 其實是為了要為下面的東西來鋪路 那麼 這一線裡面當然有很大的一個原因 來自於德川幕府沒有辦法去 有效的去解決當時西方帝國主義 侵入到日本裡面所造成種種的衝突 那麼 就如同當時的清朝一樣 德川幕府面對這一些西方勢力 帝國主義的入侵 似乎軟弱無力 無力阻擋 我們今天曾經在中國歷史上講到的 不平等條約 日本也曾經經歷過 那麼這些東西反倒給予了這一些 西南朱凡還有明治天皇一個機會 然後就其中大久保利通 西鄉龍聖 尤其麻煩記一下 大久保利通跟幕戶孝允 這些人 就主張要進行全面的西化改革 史稱明治維新 剛剛有沒有注意到第三個 培禮條約裡面的第三項 要保護美國船在日本沿海遇難之後的財產 根據當時東亞國家 包括中國境內在內 台灣也發生過好幾次 發生船難之後 去搶救船難上面的 把救治拿掉好了 去搶船上的人員物資跟財產 反正就是船上所有的一切 是合理的 今天沒有人會去救船難 只有人會去搶船難 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日本也一樣 那這個事情發生過非常多次 那麼裴禮會提出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完全為美國好 而是事實上在這件事讓美國的力量 進入到日本橫濱港的時候 他是孤立的 這一條條約如果簽訂的話 事實上對整個東亞周邊諸國 各個西方勢力都是有利的 其實剛才這一段 其實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於說 日本在當時跟中國面對同樣的問題 當西方勢力入侵的時候 日本政府沒有能力去保護 他的國民的權利 而這一些事情事實上正是削弱了 德川幕府的權利 作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 他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國民 那麼他所俠天子以令諸侯 所用的這樣爭疑大將軍的 你又何從防護 你又有怎麼樣的能力去防護他們 我們在程序戰爭的 不管是秦王軍也好 或者是幕府軍也好 事實上雙方都已經進入到了西華的狀況 這兩邊都同樣受到裴禮 裴禮打開日本鎖國政策的影響 但是作為一個第一線的統治者 裴禮的打開鎖國政策 傷害到的事實上是 德川幕府 德川將軍的統治權威 那麼在這種情形下面 早就已經勢積想要搬倒江戶城下的 在江戶的德川家族的 西南的各個諸侯大名 就剛好趁勢而起 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西鄉龍社 另外還有一個在城市戰爭 一直到後面的叫做惠金戰役 這是在雄本縣外面的最重要的最後一場戰役 事實上就決定了日本在明治開國之後 明治維新開國之後的兩個勢力 一個是所謂的戰敗家族 一個是戰勝家族 戰勝者未必長期為勝 戰敗者未必長期為敗 但是敗者事實上就使得這一群失敗掉的支持德川家的 武士家庭開始進入到一個身份成將的地步 我先這麼說簡單的來講 幕府社會有一個很特別的結構 他的身份是固定的 這些武士家庭不是整天 這些武士階級不是整天拿著刀劍到處殺人跟砍人 他們事實上是一群受過知識而且家學世襲的一群人 我剛才已經講了 你們有人看過《末代武士社》就很好解釋了 剪掉一個頭髮有什麼了不起 有沒有人記得裡面有一個片段 就為了要割掉頭髮 其中有一個武士哀嚎 那頭髮代表是什麼 那頭髮代表是一個身份 是一個家族的 是一個階級的驕傲 這個階級 享有田地俸禄 享有受教權 享有繼承家學的特殊的資格 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們今天可能會去談到 我們今天會去談到幾個 尤其在醫學的領域裡面 傳統的醫師的家庭 在只有武士懂得讀書寫字 學習醫學你要有這些能力 而這些具備武士身份的人 同時也很可能就是傳統的醫師 傳統醫學的執行者 當他失去了那把帶刀的權力 當他失去了那個 失去了那個術法的權力的時候 他被降為跟一般平均沒有什麼良藥 但是不見得如此 我們等一下會再去仔細的來談 尤其失敗的一方 在第一代的學習洋醫學的人 裡面有一個叫做高野長鷹 高雄的高野外的野 長短的長鷹 英國的鷹 有一位叫做高野長鷹的人 那麼他因為正式敗戰的一方 所以高野長鷹從此以後就默默無聞 可是他是早期在東北方引入西洋醫學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有一個外孫 日後成為很重要的一個台灣治理的人物 後藤新平 敗者的出走常常是另外一方的 記得我可以講這句話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個故事的重演 敗者的出走常常是另外一個地方的獲得 這個背景讓你們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繼續下去 我們對於明治維新一般的看法 就如同我剛才所講的 1868年明治政府頒布了五條世文跟政體書 簡單來說從這個地方開始要 米平幕府封建社會裡面的身份階級制 然後要板吉奉還 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王征復古跟板吉奉還是連在一起 什麼叫板吉奉還 我剛才不是講 原來幕府將軍把天下分封給各個地方的大小諸侯 那麼這些武士就是憑著這些版圖上面的田地 上面所生產出來的供養至極 這是世襲的 那麼除了這個世襲因為他有固定的田豬的收入 有固定的金錢的收入 所以他可以養尊儲優 可以去學習各式各樣的知識 美國學者巴斯洛米爾 其實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論點 就是說其實日本的知識精英 在幕府末年的時候正是這群武士階級 這群武士階級幾乎除了身份固定的 跟身份固定跟身份世襲的這件事情以外 他幾乎就如同西方中古時期的 中古晚期的城市貴族階級 這些貴族階級既有貴族身份 同時也是資產有閒階級 所以知識掌握在他們的手上 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傳統的醫學知識的部分 但是1868年這兩個法條的頒布 卻全然打破了他們多年幾百年 所留下來的這樣的一個資格 那麼我們對於明治維新最 尤其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來講 對於明治維新第一個印象就是 它是一個全盤西化的 全盤西化是什麼 不只是國家的西化 不只是制度的西化 甚至還包括了卓西服 如果今天大家還有機會去橫濱港外面看到的話 會看到一個很大的條服 那個條服從1870年代的明治維新就留在那裡 國民開化要吃牛肉喝牛奶 這是一個根深蒂固的 要從你的生活習慣上面全盤的去改變的西化 那麼在國家的角度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新式軍隊跟工業的發展 法國在這個部分裡面從此之後 自從下一共和國這場戰爭結束了以後 在軍隊的部分 它就完全的退出了日本國家體制之外 但是法國的影響仍舊存在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這跟整個明治初期 希望快速的全盤西化 所採取的一個留學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在什麼地方發生影響 在官費留學生的部分 都市建設 學習都市設計 學習都市規劃的 所謂的Civil Engineering的這些學生 基本上都送到了巴黎 因為當時認為巴黎是世界最美的城市 你們有沒有人去過東京 有沒有覺得東京塔跟巴黎愛菲爾鐵塔很像 這兩個塔不是莫名其妙搞得那麼像的 是有點原因的 同樣在這個整個現代化的過程 它透過一個模仿 然後到自己創造的地步 但是新式軍隊 法國退出日本的新式軍隊以後 長洲薩摩仍舊存在著兩個不同的力量 日本的陸軍學習普魯士陸軍 日本的海軍學習英國海軍 因此在醫學的領域裡面 尤其是在軍醫的領域裡面 也從這個地方開始出現了兩套分野 日本的陸軍學習德國的陸軍 於是德國的軍醫訓練 尤其是以東京陸軍軍醫學校為核心所訓練出來的陸軍 用德式操演的課本 用德語的教材 甚至是和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一起送到德國受訓 而海軍的部分 在海軍的訓練上面則採用英式的訓練 英式的學制 語言也用英語 這兩個分 這兩個這樣的分野一直到二次大戰爆發前都還發生 如果有興趣的人 去看一下三本五十六的那個電影 當三本五十六海軍大將不願意發動珍珠港事變的時候 日本的陸軍省光是士兵是如何的跑到海軍省的面前 去羞辱海軍 懦弱無能 甚至是對海軍省開槍 其來有致 1870年的時候這個隔閡就已經開始 在醫學上面也是一樣 當高木堅寬 日本的海軍軍醫總監 軍醫大監 提出矯氣病是因為食物不良所造成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就是維他命B不足所造成的這個疾病的時候 德系軍醫受到德系影響軍醫受到德國細菌血影響的深歐外 你們知道這個人嗎 深歐外 之前有個電影 台灣電影1895 深歐外曾經一閃而過 他也來過台灣 等下我們會講他還有更多很好玩的故事 也會看到他 深歐外卻決然反對 認為矯氣菌是什麼 矯氣病是矯氣菌引起的 而這樣的一個矯氣菌引起矯氣病的看法 達米內的支配了日本關於矯氣病的研究很長的一段時間 純粹只是因為海軍所代表的英國醫學 在這段時間並不是這樣的一個主流 好 華裔之變有一點複雜 我們就不去特別提他 但是簡單的來講 取消了封建制度之後 破壞了 破消除了這種 破除了這個傳統的封建文化以後 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角度出來了 這一些在這場戰爭 日本的這場統一也好 或者是國內的戰爭 從程序戰爭到慧晶戰爭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群中下武士 他的階級的優勢消失了 他所能憑藉的只是他的那個知識 這個知識就會轉換到 他變成工程師 日本的第一代的工程師 第一代的醫學家 甚至是第一代的資產階級 我們今天講的財閥 大概在這段時間 這個名詞就已經逐漸的出現了 這些知識對於幫助明治天皇 建立一個新的日本帝國 建立一個西式的日本帝國 不是沒有作用的 而今天有一群人卻要全部的趕進殺絕他 更好玩的是把他們視之為傳統的代言者 或傳統封建社會的代言者 那這些人其實原本也是陪著他們起兵勤王 然後協助明治維新擊敗江戶的人 這些中下午之前其實是我們今天要關注的這一群人 這些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世襲 學醫的甚至是行醫的一群人 幕府末年的時候當然跟中國的情形是一樣的 仍舊是以漢醫的系統為主 但到這個時候日本的漢醫也不是那麼樣的奇異 它其中還產生一些演變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股市方派 一個是燕方派 那麼有趣的就和中國稍稍有一點點不同的地方 是在於燕方派的這個部分 日本發展的情形比較早 反而股市方派是後來挑戰燕方派 為什麼這樣子說 燕方派大概從所謂的金元世大家唐朝以後 就慢慢開始的發展起來 於是也就滲入到了許許多多迷信駐島的這個層面 但是他曾經有過一次復興的機會 這個復興的機會是在明末清初的時候 因為明朝的父王有一群中國的士人 就東渡日本 尤其是要進入到今天長期的地方 他把當時在中國東南方所流行的這一派 溫病派的一些想法也就帶到了日本 而且把一些新的藥方也就帶了過去 所以使得燕方派這些醫師開始得到一些發展的機會 簡單來說燕方派是什麼 就是燕之有效的方子 這些人也許在早期的時候伊犁並不強 可是他手上有非常多燕之有效的方子 例如說夏立就該吃白竹草 就該吃什麼 有沒有用 有用 但是你要看他講義理他講不太出來 可是明末清初的這一群中國士人 跑到日本長期去了以後 他把這些燕方賦予了中國醫書傳統的一些解釋的方式 顯然言之成禮 而且這言之成禮使得燕方在推廣這些有效的療方的時候 不僅僅在長期有效 聽起來只要是體質符合一理成書 就可以送到江戶 送到北海道 送到任何地方 當然北海道當時還沒出現 送到任何地方去使用 擴大了他的影響力 但是這一些中國東南代表的這群溫兵派的學者 進入到日本去 也剛好給了另外一個股市方派興起的機會 我剛才已經講了 燕方派發展到了江戶中期 尤其是不是江戶 就是到了乾昌幕府的這段時間裡面 出現了非常多奇奇怪怪 包括巫師 包括祝導 包括星象 各種奇怪的療法 那麼這一點使得這些帶有比較高的知識水準的 一些傳統的漢醫的武士家庭 這些醫師不太能夠接受這樣的一個治療的方式 那麼污命派所帶來的這些醫書 就是中國傳統我們講的如醫的這些系統 讓他們又重新回去去檢視 這些經典的藝術裡面是怎麼寫的 所以就創造了股市方派 股市方派非常的不能接受 覺得醫學的治療或醫療這些事情 是不能接受迷信的這個面向 所以它有它科學 有它客觀的那個部分 去除迷信的那個部分 那麼所以這一點也就從日本的醫學史的角度來看 如果我們說傳統的漢醫跟比較有日本特色的合醫 這兩個的區別大概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一個區隔 當我們在講中國自己的漢醫的時候 也會出現所謂的宴方醫 也會出現所謂的金方醫 金方醫就是讀經書而成醫師的 宴方醫則是平經驗而成醫師的 但是在日本卻剛好有一個相反的現象 反而是古市方派就是這些讀經書的醫師 出現的比較晚它要挑戰的這些宴方派的醫師 有一個這樣的時間上的一個落差 而這個落差是要跟中國明清之際的 江南醫學的發展有一定的關係 可是在傳統漢醫的系統之外 日本從17世紀開始 因為我剛才講在幕府的末年 晚期的時候受到西方勢力的影響 尤其是荷蘭醫館西班牙醫師的進來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西洋醫學的系統 逐漸的在擴展當中 那麼尤其是當荷蘭醫館在長期設立了以後 就出現了我們今天講的所謂的藍醫 荷蘭醫學 藍醫的這個系統 那麼藍醫的系統大致上來講 可以分成兩個發展的方向 最早發展的是在長期的荷蘭醫館 由Signbot這個人所發展出來的一個系統 那麼這個地方以日本的西南方 大阪的這個區塊一直到京都 我們今天如果有人去京都玩的話 大家會知道有兩個 有一個地方是怎麼講 戳俄也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地方 Sagano Sagano這個地方有兩個很有名的風景點 一個叫做藍山 一個叫桂川 都在京都的外圍 Signbot在長期建立了醫學校以後 就訓練了一批日本的學生 學習他的西洋醫術 而這些日本西醫師 回到京都附近去 他並沒有辦法在京都城裡面立足腳步 但是他就必須要能夠依附在城市的附近 這樣才有病人的來源 我想所有的醫學 所有的醫生都不可能做慈善事業 他也要吃飯 那麼就不難理解 他為什麼會在Sagano這個地方留下來 然後在藍山跟桂川之間 建立兩個很有名的 所謂的河陽醫折中學派 就是藍山桂川學派 在這個地方開始出現 那麼荷蘭醫學在這個裡面的發展 其實到後來逐漸的開放與影響的情形 在東京北方有一個叫做佐昌的地方 Sakura 佐昌的地方 慢慢的也就和更北邊的熊本醫學校形成一個河流 那麼熊本醫學校之後就成為一個 關東地區的西洋醫學藍醫學的一個核心 那麼長期的藍醫學由Sagat所建立的這一套系統 當然要來得比東北方這個地方要活潑的很多 可是這成為一個南北的一個重鎮 這樣的一個雙邊的重鎮呢 顯然也就形成了日本明治時期以後 現代醫學的兩個核心區 一個就是關西的世俗 另外一個就是關東地區的順天堂 我每講到這個我都要聲明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過順天堂科學重要 有沒有人有信啊 聲明一下 那個順天堂跟這個順天堂沒有關係 這個後來現在在 左倉俗之後改名叫順天堂俗 順天堂俗之後呢前進東京的神田區 就是今天的順天堂 後來叫順天堂醫科大學 之後現在直接就叫順天堂大學 人就是日本很重要的一個學校 然後呢關西的世俗 後來是大阪大學醫學院的前身 其實跟當時所有的東亞國家一樣 在19世紀早期的時候 西方的內科其實並不適合上船 他沒有足夠的西方藥物 他沒有足夠的養尊儲優的內科醫師 不需要肝冒風浪之血 也不需要跟一些用他們的話 真寧惡臭的水手住在同一個船艙裡面 所以誰會上船來 遠到遠復東方 大概就是30年戰爭之後失業的軍醫 這些軍醫最大的特徵就是會動刀 日本在這一整 從16世紀以後的西洋的 這個大航海運動的過程當中 第一波接受到的西方醫學 也正是外科的部分 從最早的南蛮醫學 就是西班牙人帶進來的南蛮醫學 到原本屬於中國傳統漢醫的進創科 一直到長期的南蛮醫學 裡面所由荷蘭傳醫跟一般外科 就是我剛才講的Siebot 就是這個Siebot的名字 Siebot 大概都是以外科為主 那這裡面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這個情況跟中國就稍微有一點不太相同 中國開始接受外科 其實很大的一個部分 是來自於這些遠渡從洋來的西方人 他只能帶著外科過來 在沒有適當的藥物 在我剛才講的內科醫師不願意上船的情形下面 這些人帶著一鍋熱水 帶著一把刀 就上了船 當了外科醫師 就進了東方 於是在東方的各個船 我不曉得上一次李尚恩老師我們提到這個事情 他最喜歡展現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菜市場前面開刀割種流 簡直是神乎其際 其實日本也很類似 我們在日本也看到很多類似像這張圖一樣 像服飾會裡面所畫到的一樣 他也是幾乎是在一個半公開的場合 讓大家可以看 讓畫家可以在旁邊臨摹 然後去表現這種割股開刀的神奇記憶 但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中國沒有的 日本剛剛經歷過幕府政治的武士 武士階級社會的重整 這些武士也不是今天突然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開始冠冕堂皇起來 這些小小的戰爭仍舊不斷 於是國內的這些征戰 使得外科在日本的社會裡面 尤其是對於這些在馬上征伐的武士來講 他有一定的需要 所以相比於中國來說 日本在幕府的社會裡面 對外科有一定的接受力 也就是說當中國只有外面的推力的時候 日本不僅僅有外面來的推力 還有內部的吸引力 我們剛才講到明治維新的時候 不斷的有一個背景 從陳旭戰爭到惠金戰役 這是一場漫長連續兩年的戰爭 而且戰爭結束了以後 明治天皇號稱統一全國 可是實際上沒有多久 他的秦王軍的內部西鄉隆盛 又發動了西南戰爭 這場戰爭又繼續再打下去 我補充一句來 西鄉隆盛就是當初牡丹舍事件 帶兵來的那個人 所以他也來過台灣 這些人全都跟台灣有關係 於是我給了一個小小的標題 當西方的外科進入到日本的時候 最早是為了 因徵伐而受傷的武士進行治療 可是到了明治維新以後 長洲陸軍 他學習普魯士軍制的時候 普魯士軍隊裡面的軍醫 也成為他要學習的對象 近代的軍事醫學 也就成為日本的一個根本 1874年日本的醫治公告的時候 就正式說要以德國國家醫學作為 要以德國的國家醫學體制作為 全面引入的一個模範 那麼在日本明治維新底下 有一群洋醫師就開始冒了出來 原本在這個日本社會裡面 我剛才已經講了 就已經有何陽哲中 有洋醫學派在這個裡面 這個就是建立世俗的旭方鴻鞍 他最早的醫術是來自於 仲斗這個技術的引進 然後北邊順天堂俗是佐藤泰然 日本醫學史家石田純郎 底下就對這些人有寫過一些敘述 那麼其中有一個滿好玩的現象 事實上是在明治維新之後 社會行為仍舊沒有改變的一個結果 這個是長羽鑽哉 我們就拿這個人做例子吧 松本良順 稍微仔細一點講他的故事好了 佐藤泰然是佐倉俗的建立者 他事實上是一個平民丁仁出身 他就是一般的平民 他沒有貴族的身份 他跟旭方鴻鞍不一樣 旭方家系原本就是一個武士之後 但是佐藤顯然不是 於是當佐藤泰然得到佐倉凡祖的支持 到南邊去學習種豆術 然後回來開設佐倉西醫的學校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在當時來講 西松平常武士家庭都會做 但是這件事情卻決定了 日本的西洋醫學界 會有一些行為跟傳統的醫界 有相當類似的地方 他把他的兒子讓出去 給一個武士家庭收養 這個人他的兒子是誰 松本良順 他把他的兒子讓給松本家去收養 因此而取得了貴族的稱號 那麼在這種情形下面 他又去收養了另外一個 戰敗的沒落的武士家庭 之後把他的家業 把佐藤泰然的家業 傳給了他的兒子 傳給另外一個養子 可是他自己有兒子 請大家想一下這個過程 他自己有兒子 他們有養 他送給另外一個家族去養 然後他去收養另外一個家族 貴族家的孩子 透過這樣一個假性聯姻的關係 或者收養寄出的關係 使得這些洋醫的家族 在一個原本社會的底層裡面 開始慢慢地往上浮現 從而就創造了今天順天堂大學 早期的創辦者的這一群的地位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情況 其實我們看那個時候的武士家風 跟日本一家的歸群當中 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其中呢如果我們去看看 這個渡邊華山的 這個一下之變跟國體論事 就看到一個蠻好玩的問題 同樣受到西方帝國 帝國主義入侵 還有不平等條約影響的日本和清朝 原本日本這些儒家 在德川鼓勵武士儒家化的過程當中 始終都以中國為夏 日本為夷 因為儒家經典從中國出來 所以當然是華夏是在中國 日本是在藩邦遺迪之邦 可是隨著日本明治維新的開展 再加上清朝的衰弱 這個華夏似乎不可靠 在不可靠的情況裡面 那麼我們要如何去改變 我們模仿的對象 這時候就必須要有所謂的華夷變 這是渡邊華山最重要的一個理論 什麼叫做華夷變 華夏不盡然為中國 華夏可以為扶桑 這是他在國體論裡面所提到的 就是說日本才是真正的華夏 這裡面建立了一個東西說 成王敗寇的一個概念 我如果在整個的明治維新過程當中 我可以擊敗西方的力量 我甚至與其並肩騎走 那日本就可以是華夏 那麼此時的中國就當為遺迪 這個是渡邊華山的一個觀點 同樣的東西 這種以傳統的一下變的概念 去解釋日本的明治維新 去合理化這個西化的過程裡面 同樣也反映在這個 旭方鴻鞍寫的醫訊裡面 在這些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就是 希伯克拉提斯試詞 是現在醫學院畢業 醫學院學生畢業的時候要背誦 要去遵從的一個東西 可是這段時間裡面 在旭方鴻鞍的世俗 還有熊本醫學校裡面發展出另外一套東西 我這裡沒有黑板 醫針 我這裡應該沒寫 醫針就是針言的針 醫針裡面我們就看到了 他用的是儒家的經典 儒家的忠孝仁義 去教訓這些醫師 這些是西醫師 先說 要去好好的照顧你的病人 為國盡忠 為家盡孝 亦是為治病而盡忠 我們今天很常聽到的所謂的下醫治 下醫醫病 中醫醫人 上醫醫國 其實在這段時間也是醫針的一部分 為什麼會出現在一個狀況 同樣的這樣的一個傳統 用來規訓漢醫的語言 卻同樣就出現在 這群規訓訓練西醫的過程當中 如果不去深究期間的文化的傳承性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很難理解 今天你能夠想像各位 我知道你們有醫學院的學生 你們畢業的時候 如果不被西波克拉提斯適職 要去被上醫 下醫醫病 中醫醫人 上醫醫國 你的感想會是什麼 裡面還包括了天地均親師都有出現過 那個小真良醫針裡面 其實就講到如何嗜親為孝 然後嗜病猶親 這句話也居然跑得出來 那其中有一個很好玩的地方 為了要去柔和這兩種 所謂一下辯 然後傳統的儒家經典 跟新的西洋醫學當中 世俗的俗規裡面 我這邊有提了 世俗的俗規裡面 就特別有這麼一句話 非常有趣 撇開這些儒家經典 還特別就提了這麼一句話 要以諸陸如學 諸陸如學 諸西跟陸九淵 以諸陸如學為根本 施西洋外科之常計 你來世俗學西洋醫學 不要忘了 你要學的是西洋外科的技術 但是要以諸陸如學為根本 當我們在講日本全盤西化的時候 看起來他的醫學的部分 還有一點點 中國人講的中體系用的特徵 中學為體系學為用的特徵 這中間就出現了一些弔詭的狀況 為什麼日本在引進西洋醫學的時候 要用這種方法 這個回過頭來 又跟不管是東西方都一樣 醫學他有面對科技的一部分 但他有面對社會的那一部分 醫生不僅僅要在技術上面 追求他認為最先進的面向 但是同樣也要在執行 在practice的這個部分 要找到他最貼近社會的那個角度 而世俗俗歸的這一段話 正好顯示了這樣的一個特性 另外一個 傳統武士的 在傳統封建社會下的武士 如何維持家世門峰 大概有幾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 就是透過婚姻的方式 透過婚姻的方式 去延續 就是延續武士之間的關係 那麼另外還有日本的家這個字 日本的家這個字 其實跟中國的血緣性的家族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他其實上我剛才講的佐藤泰人的那個關係 他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給別人收養 收養別人的孩子 這些都是構成一個家的條件 那麼這種透過婚姻透過收養繼承的關係 共同的去維持這個家世門峰 同樣的也表現在日本的漢醫界 而在這個時候也表現在日本的漢醫界 所以 這個我們不看了 所以關西世俗的旭方家 武士 五個世代五個generation 都是大阪大學重要的醫學教授 同時也是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院重要的教授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一本書講旭方正鬼 旭方家武士 他如何維持他們在醫界 尤其是洋醫界 就是現代醫學界裡面的特殊的地位 並不是他們的孩子都特別聰明 每個人都可以當優秀的醫學教授 我們如果仔細的去看 有個東西也許 我不曉得現在台灣社會有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在我那個年代裡面很常見 女孩子加醫師 因為我是醫生加的孩子 所以就女孩子加醫師 男孩子當醫師 當不了醫師的 送給別人訓練當醫師 我剛才講的旭方家的 有一本書專門就談 是他的第五代孫子寫的 旭方為之寫的醫的細部 旭方家世 整個的家世 一直到1970年代的前後 都可以作為標誌 日本西洋醫學引入日本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標的 光是寫他們家每一個世系 每一個人在這邊所扮演的角色 大概就可以寫半部 就等於是寫進了半部日本近代醫學史 世俗的意義還不僅於此 世俗在這段時間裡面的發展 一方面他就像剛才那個介紹影片裡面所提到的 他訓練了一批明治時期改革開放的一群年輕的志士 但是更有趣的 他訓練的過程當中卻是非常傳統 我說他是一個傳統 如果大家去想像 就有點像孔子帶著他的門生周遊列國一樣 旭方洪安跟他的弟子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 而這些弟子在他之間的內部的排名上面也有所關係 我特別這是我去拍的 我特別在這個地方拍 這是一個樓梯 剛剛我們在影片裡面也有看到 這是那個樓梯 讀書最後一名的人睡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廁所在樓下 要受胯下之辱 大家都睡在這裡 一人一塊榻榻米 那讀書考試最後一名就住在這個地方 所有的人要上洗手間都要垮過你 那哪個位置最好呢 靠這個柱子的地方位置最好 因為沒有人會走過他方便 就是用這樣子去排 然後每一次這些學生都是 在當時來講都是洋醫學者 都是要學西洋醫學的 可是他在行為的規範上面 卻必須要用一個非常傳統的價值觀去規範他們 而這樣的一個規範其實並沒有隨著 明治時期以後出現新式的教育機構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所謂的 各式各樣的新式學校 而把這樣的規範 而把這樣的一個道德 或者是社會價值就消融掉了 好我只隨便提一下 這個 這是我在他們上面拍到的 可能不是很清楚 這個人有一個姓很有名 他也是當時世俗的學生之一 當時他不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人 可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姓叫做首總 有人知道他誰嗎 首總自從的祖父 我為甚麼會提這件事情 首總自從有人知道他是醫生 對照這個 不用講到這麼偉大的一個家族 從旭方弘安到旭方為之 他可以建立一套醫的戲服起來 即便是在當時不甚有名的 這位首總先生 都可以一路有他的醫的戲服出現 這樣的一個以 以醫為家族事業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其實在西方並不是那麼樣的容易 並不是那樣常見 不是沒有 但不至於到像在東方 尤其是在日本 這個社會裡面這樣的普遍 而這樣的普遍 是不是就跟傳統的五世家 五世家階級的職業世襲 或者是權力世襲的這樣的概念 是有所關聯 我想這是一個值得 我們進一步去思考的地方 那麼這種情形 即便到了現代西洋醫學 進入到現代西洋醫學 現代的醫學教育機構 像是醫學院這樣 進入到日本社會以後 都沒有辦法快速地打破它 如果我們要說打破的話 我們要等到1950-1960年以後 新的日本國立大學系統進來 出現了以後 才可能有一些破壞的情況 於是我們在研究日本醫學史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的手法 這個手法再放到西洋醫學史上面 甚至是中國醫學史上面 可能都不太準確 但是在中國傳統醫學史上面 確實有用 就是我們採用系譜學的方式 是可以畫得出它的關聯性的 我之前剛才講九錦靜老師的老師 傅斯川游先生 他在研究日本 他寫的兩本日本醫學史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方法 他可以把這樣的一個系譜關係 建立起來 而這樣的系譜關係 其實更好玩的地方是 它不僅僅是 這些醫生之間的親屬關係 甚至還是某些醫學科別當中的 專科的分類關係 如何從一般外科 分類出腦外科 如何分類出腦神經外科 跟腦神經內科 這些分科的部分 在西方醫學史的發展過程當中 事實上是一個科別精緻 與極緻化之後的自然結果 但是在日本這些醫學的分科 卻顯然還得要跟家族的開支善業 搭上一定的關係 即便是在明治維新 取消了封建 以及取消了身份世襲制度以後的日本 看起來某些專業 我講專業是指professional 不是完全是職業 某些專業仍舊是依循著家族的關係 而被流轉下來 於是到了1930年代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依法 有一群人就是壟斷了某些講座的職位 有一些人就是可以在某些科別裡面 這個舉足輕重 造成這樣的一個情形 明治維新之後的醫治 事實上是有加強的作用 而不是像明治維新推翻這個封建統治一樣 他反而是加強了他 1870年明治政府為了要加速全盤西化 所以就制定了官派留學生的制度 第一批醫學生就被派到了普魯士去學醫 其中就有了長羽專哉 松本良順 還有等一下我們會提到的深歐外 那麼這個時候的大學東校 也就是後來東京帝國大學的前身 大學東校的醫科呢 則完全聘請德國的教師跟醫生 到這個地方來任教 上課講的是德文 筆記寫的是德文 沒有日文 那麼到了1880年 不過就是十年之後 第一批官派普魯士這時候已經是德意志帝國了 從德國留學歸來這群學生 就取代了這些德國教授 在日本各大醫學校裡面教書 可是這些人 為什麼會在1870年就被選出來送出去 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他們本來就學醫 第二個這一群人 原本就有華族或者是武士家庭的身份 1870年再講一次 1870年的時候 日本維新剛剛發生 原本沒有機會學習到各式各樣語言 沒有辦法學習到各式西方新知的 平民階級也好 或者庶民階級也好 或者是建民階級也好 又怎麼可能能夠在1870年的 這一批官派醫學生裡面 站到一席之地 那麼這一批官派醫學生回來了之後 除了憑藉了過去的地位 而取得這個出國留學的機會 回來之後又獨佔了這些 一些新市政府醫療機構的翱頭 長羽專災 變成第一任內務省衛生局的局長 然後呢 松本良順 金山應通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些人 分別具有東京帝國大學 陸軍軍醫學校教習的位置 更不要講更晚一點回來的 北里財商郎 一個東京大學的畢業生 則佔有了後來很重要的一個 實力傳染病研究所 講了這麼多 好像日本留得醫學生人多得不得了 這是一本日文跟這個德文共同 雙語出版的一本書 特別是要紀念這個 我忘了哪一年出了 反正就紀念日德醫學交流300年的歷史 這個是長羽專災 1888年的時候 長羽專災以衛生局局長的身份 到柏林去探望這些留得的醫學生 這就是那一批學生 人數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 但是他們回來以後就開支善業 更有趣的是這群人 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 這代表一個什麼意義 過去在傳統漢醫 或者是合醫時代的家族恩怨 個人恩怨 同學恩怨 所以不要隨便得罪你的同學 都一度被保留下來 成為日後日本一界內部摩擦與競爭的根源 那麼這些人到了德國去以後 主要是去追隨誰呢 主要是受教於這個人 是羅伯科惑 科惑 我們一般講 現代細菌學有兩個很重要的人物 一個就是巴斯德 我想大家都知道法國的巴斯德 另外一個就是德國的科惑 這就是他 森歐外 也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送到德國去學習 森歐外大概是日本刻意培植的一個 他原來的名字叫做森歐林太郎 那麼他是1862年的島根縣出身 1884年的時候就官費復德留學 1888年的返回日本 擔任陸軍軍醫學校跟大學校就是東大的教官 1907年升任軍醫總監 他曾經來過台灣 在1895的時候 隨同北白川宮能久的情況到台灣來 擔任征台軍醫 為什麼要特別提羅伯科惑跟細菌學的關係 這個時候的日本 完全籠罩在 完全籠罩在這個 細菌學的影響裡面 尤其是在德國羅伯康為主的細菌學影響裡面去 生活外也不例外 生活外還有一個老師 又是續方家的人 叫做續方正規 續方正規跑到德國去 也是在第一批留學生裡面 他比生活外去的稍微早一點點 他去了兩年 就去到了科惑研究所裡面去 就是去學習這個東西 然後續方正規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他 續方正規回來了以後 成名之作就是寫了一個 討論絞細病跟絞細菌之間的關係 那麼這篇論章發表了之後 等於是解決了日本從平安朝以來 這個幾乎是中國唐朝時代的那個時間開始 始終困擾著日本社會的絞細病的問題 儘然就隨著西方細菌學的開展 從而解決了日本的絞細病的國病問題 只要我們能夠找到一個藥物殺掉了絞細菌 日本就再也不會受到絞細病的困擾 這個是續方正規的這個 當時的貢獻我去打一個Mark 生活外全力支持這個論點 他用這個角度來講 他挑戰了當時的海軍軍醫高木堅寬 認為絞細病是實物造成的 那麼為了要去控制絞細病 他就發明了許多藥物 其中有一個藥物我們今天沒有拿來制絞細菌 因為沒有用 那個東西叫真陸丸 1904年的時候 生活外立主帶著真陸丸去打日俄戰爭 所以一直有一個謠言 就是這個真陸丸殺人事件 如果你們找得到這個小說看的話會非常有趣 日本陸軍在這場日俄戰爭的過程當中 因為聽信了絞細菌跟絞細病的關係 死了不少人都死在絞細病的問題上面 而海軍卻完全沒有 不能講完全沒有 幾乎沒有受到這樣的一個侵擾 真陸丸是什麼 有沒有人吃過真陸丸 有沒有人聽過那臭油丸 有沒有聞到它一個很臭的焦油味 它就是焦油嘛 我這樣子說 細菌的治療老實說不難 你先找到那個菌 看實際要拿火燒它 烤它 拿鹽酸殺它 都可以 只有一個問題 那個細菌住在你身體裡面 你把細菌殺死了你怎麼辦 木溜油的這個 這個製作真陸丸的假設 其實就是這樣子來的 這個油其實基本上 在實驗室裡面 殺掉細菌並不難 如果你有角氣菌 那我把它塗上去 抹上去吃下去 理論上就應該可以把那個菌殺掉 殺掉以後我就不會感染角氣病的問題 可是問題是吃進肚子裡面是不是有效 這就是另外一回事 好 生活外的故事我們先停在這裡 生活外這件事情呢 它對於角氣病的這個說法 到底有什麼意義 它支持了這個 續方正規 而續方正規呢 卻又延續了 蘿蔔科霍的這一套的論點下來 我沒有說蘿蔔科霍主張角氣菌 我說的是 蘿蔔科霍認為所有的病 都是細菌所引起的 所以我們要找到病的根源 就必須要找到那個細菌 於是 續方正規延續了這一套思想 就回來找角氣病的菌在哪裡 所以就找到所謂的角氣菌 那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日本的軍營裡面 我們看到 生歐外跟高木間寬的對立 有著陸軍跟海軍的對立 那在文官系統裡面呢 恐怕還有另外一個對立 是我們要考慮到的 是 東大醫學部跟北里之間的關係 這是另外一本書 我剛才講的半天的續方正規就是他 另外一個他的同窗師兄弟 也是敵人的北里殘三郎 這兩個人全部都是 熊本玉學校畢業的學生 但是續方正規的出身比較好 當他聽到 兩個人都還在熊本玉學校讀書的時候 北里殘三郎的成績是比較好的 可是他是一個沒落的五四家庭 家庭比較貧困 而當續方正規在熊本玉學校 還沒有畢業的時候 聽到大學東校要成立醫科的時候 於是雪夜夜奔就進了東京 等到北里殘三郎 辛辛苦苦從本玉學校讀完書 本來是同班同學 讀完書跑到東京要入大學東校 醫科就讀的時候 續方正規已經變成他的學長了 失可忍 殊不可忍 續方正規順利的畢業了之後 又獲選為1880年的第一批 負負德的官費醫學生 這個時候 北里殘三郎距離畢業還有兩年的時間 等到兩年畢業之後 續方正規從德國留學回來 畢業的北里殘三郎這時候正在東大 到處希望 正剛從東京大學畢業 正在尋求找到一個工作的機會的情形下面 續方正規變成他的老師了 變成細菌學講座教授 而且 作為日本唯一的細菌學講座教授 他不僅控有細菌學教學的教習 他還控有所有細菌學檢驗單位 包括海港檢驗的單位 北里殘三郎這下慘了 在熊敏學校誰向你書讀那麼好 校長還特別喜歡你頒獎給你 續方正規算什麼東西 於是北里殘三郎找不到工作 然後申請官費留得也不許 於是他又戳脫了兩年 這是續方正規 然後呢他回來 他為什麼會被任命成為衛生學校 當時衛生學其實主要講的是細菌學研究 為什麼會任命他為細菌學教授 因為他發現了角細菌 一個後來變成校花的東西 北里殘三郎1885年到1891年 在科獲研究所研究 他跟續方正規在科獲研究所研究 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 續方正規到科獲研究所做留學研究的時候 科獲不在德國 科獲保到印度去調查禍亂 那段時間正是科獲發現霍亂胡菌的時代 所以續方正規是誰教的 續方正規是科獲的大弟子叫做Luther教的 Luther教的 Luther在醫學史上有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我們現在講的固態培養 是Luther製造出來的 動物名教跟羊菜動的固態培養 在這個之前你們一定經過巴士的肉湯培養 俄錦平嘛 那就是肉湯 Luther最重要他就發現固態 肉湯有個好處 肉湯對於當時在做減毒疫苗上面 你只要反覆的加熱用巴士德滅菌法 就會降低它的毒性 你就可以製造出最簡單的 但是很危險的疫苗 但是固態培養有個好處 我可以帶著這個樣本 蜜蜂到處跑 然後之後可以做菌種的比對 這個是固態培養的一個特性 那麼 人家講這件事情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續方正規學到了這一套 回來發現角氣菌 北里財商呢 則在後來好不容易 終於跑到科獲去做研究 在最關鍵的1889年 他要畢業的那一年 他不僅僅和那個 後來得到諾貝爾獎的這個 培林 那個Barin 發表了破傷風 跟白猴菌的純粹培養的論文 更重要的是 他挾著這個氣勢寫了一篇 寫了一篇論文 批評續方式 就是讀續方式的角氣菌之說 在這篇文章裡面 他批評續方的研究 純粹培養 可能受到污染 所以他所發現的角氣菌 應當是常見的雜菌 理當跟角氣病沒有任何關係 這件事情在日本醫界掀起軒然大波 沒有人挑戰續方 是不是你做錯了研究 沒有人認真去關心北里財商郎 這個說法到底正不正確 他在日本醫界裡面最大的反撲 卻是針對北里財商郎 不懂得尊師中道 因為這個時候的虛方正軌 是醫界的權威 北里的學長 甚至是北里的老師 於是1892年 北里回到日本之後 1892年的5月28號 北里財商郎在橫濱港登陸 一直蹉跎到11月30號 問題又來了 這麼有名的一個人幾乎可以拿 跟貝林一起拿到諾貝爾獎的 生物醫學獎的人 找不到工作 不僅有人開始懷疑 是不是又是虛方正軌在後面 導彈 那麼在沒有辦法 但他卻有國際盛名的情形下面 以厚騰欣平為首 當時的衛生局局長 所組織的施力大日本衛生會 就為北里 北里當然也拒絕到東大在這個 虛方正軌的麾下服務 為他成立一個施力傳染病研究所 模仿科獲研究所成立了一個 施力傳染病研究所 比較特別 客戶是國立的 這個卻是施力 交給北里來管理 那這件事情開始造成了 北里跟續方對立的白熱化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開始了 1892年的施力傳染病研究所成立 1894年香港鼠疫爆發 這個時候剛剛獲得國際聲望的 北里財三郎 日本一屆當然很希望在這個事情上面 這一展身手 於是就派出了 我開玩笑講 就是日本代表團 這面有幾個人很重要看一下 北里財三郎 當時剛剛挾著這個 科獲敵傳地址的盛名 回到日本來的 另外一個 青山應通 這個人是個麻煩人物 因為他是東京帝國大學 而且是續方正規的同學 而且信奉角器俊這個說法 另外一個則是施生亨 施生亨是高木兼寬的同僚 也是海軍的軍醫 另外還有一組人 另外還有一個人 他連一組都不是 是法國隊代表 只有一個人的 叫 Elsandra Yeltsin 就是我們後來講的 鼠疫趕軍的 以他為秘密 Elsinia Pastest Elsin 他代表著法國巴斯的研究所 更好玩的是 他還是自動請英 寫信給法國巴斯的研究所 說他當時正在河內 他希望能夠 親赴香港進行調查 所以當1894年 他到香港做調查的時候 香港總督根本就不想理他 香港總督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 再提醒一次 他把所有的寶 都壓在北里山上 這一群人裡面 我們看一下 1894年 我昨天做的有點亂 香港屬於確認 內務省就派出北里山上 這幾個人去 在6月12號去 這是葉爾新 大家看一下他的背景就好了 好 這是金山一通 我簡單看一下 金山一通一樣 也是公費付得留學 醫生都是堅持狡氣 性血和政界的關係很深厚 到了香港調查的過程當中 很快的 北里山上在到達的第三天 宣布他發現了鼠疫菌 其實這個鼠疫菌 北里山上並不是特別有心 他只是發現了 可能是引起鼠疫的菌種 而這個時候 英國在香港的總醫生 非常的高興 這個Lawson 就快樂的向國際發布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發布的同時 青山一通也被檢驗出來 他感染鼠疫 日本也知道 所以青山一通 後來好不容易被救回來了 所以這個裡面 我們有兩個 日本代表團有兩個英雄 第一個是 國際上第一個發現鼠疫菌的 北里山上郎 另外一個是 幾乎要為國捐躯的青山一通 可是偏偏這兩個是敵人 可是更麻煩的是 更麻煩的是 耶爾辛呢 代表巴斯德研究所的耶爾辛呢 耶爾辛跑來了 這個時候他得不到任何英國的支持 他不得不至少自己掏腰包去賄賂 看守太平間的兩個英軍的守衛 好不容易讓他取得幾具屍體 可以做一點點解剖的工作 耶爾辛是一個傳醫出身的人 可是從經驗裡面來看 這些鼠疫患者 都有淋巴結結總大的現象 那麼淋巴結裡面或許常有 較多的鼠疫的菌體 那麼另外一個 當時處理鼠疫菌 在沒有抗生素跟消瘟藥的年代裡面 採用的是外科的方式 也就是把總大的淋巴結結割除以後 希望能夠支持性的 讓自己的免疫力治療這個疾病 所以耶爾辛的使用的方法 是有相當的臨床基礎在裡面的 好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1895年青山一通回到日本以後 就在東京帝國大學的醫學部的記要上面 就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說北里菌有三種不同的型態 而耶爾辛斯菌只有一種 耶爾辛斯菌的那一種型態 那個趕菌型態北里菌也有 可是北里菌還有雙球菌還有鏈球菌型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沒有答案 但是不要忘了 他是幾乎衛國眷區的一屆英雄 另外他還提出一個更有細菌學立場的東西 他說北里菌有一部分呈現格蘭式陽性反應 耶爾辛斯菌卻是格蘭式陰性反應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看起來應該是兩種不同的菌 你們有興趣去查格蘭式陽性格蘭式陰性是怎麼一回事的 上Google吧 這就是青山英通的論文 這個叫北亞丟了這篇文章以後 逼得北里不得不出來解釋 可是在北里還沒有解釋的時候 就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1894年香港鼠疫 1897年台灣鼠疫 1896年的時候 安平台南安平發現了第一個鼠疫的病例 二等軍醫村上迷若就把 請大家注意一下 縣 08縣總大裡面的液體的簡體 送到日本陸軍軍醫學校 鋼田國太郎請求判定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怎麼送 我剛才有沒有講過Luther的那個 固態培養 你總不可能拿著一鍋液體 就這麼上了船吧 他用固態培養的方式 把這個縣裡面的東西送到鋼田國太郎 這個時候已經是1896了 不要忘了 距離1897已經兩年了 鋼田證實 台灣鼠疫送來的這個細菌檢體 跟葉爾辛四鼠疫菌比較像 比較沒有那麼像是北里菌 這是第一棟 第二棟1897年 1897年台北的鼠疫 有沒有跟96年的安平鼠疫 是同一個源頭 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因為1897年鼠疫 由基隆向台北進逼 使得台灣總督府非常的緊張 於是就要求內務省 派遣專家前來協助防治 他們就派了東京帝國大學 細菌學的講座教授 徐芳正軌 帶著病理學解剖教授 三級聖三郎等五個人來台灣 一直到1898年的1月30號才返台 這是三級聖三郎的背景 大家看一下 又來一個羊子 這羊子不是莫名其妙羊的 不是三級急災沒有兒子 這個跟身份的維持 跟加細的維持是有關係的 細節我們不談 然後它一樣 它是支持狡氣病 跟狡氣病細菌論的 徐芳回去以後寫了這篇 負命書就是報告 台灣的百思篤病 就是台灣的鼠疫病的負命書報告 它裡面就講 確認黑死病是以老鼠為傳染媒介的 有幾個重點 台灣鼠疫菌和葉爾辛氏菌一樣 都屬於格蘭式陰性反應 然後有趣的地方在這裡 葉爾辛是對淋巴線做解剖 可是旭方採用了跟北里一模一樣的方法 它對死掉的老鼠進行解剖 分別在腎肝還有皮障採樣 也是血液的採樣 得到的反應居然是跟葉爾辛氏菌是一樣的 我採樣的方法跟北里一樣 可是我卻在裡面找到的是葉爾辛氏菌 那你北里菌在哪裡 於是他就以羊菜豆就是寒天培養固定樣本 把它帶回日本 這個傢伙夠狠 其中的編號5號的台灣鼠疫菌樣本 帶回去的時候 1900年到1901年 大阪關係地區也同樣發生現鼠疫傳播 然後旭方帶回去的台灣5號鼠疫樣本 就沿著就在大阪地區以大阪大學為核心 開始向外傳播做比對 我現在有一個確確實實的鼠疫樣本 這個跟北里在香港發現的只是一個宣稱顯然不同 我這首有台灣帶來的鼠疫樣本 旭方說它是葉爾辛氏菌 而我這邊有大阪關係地區本身發生的鼠疫的簡體 兩項一對居然是一樣的 當青山應通在東大發表那篇文章的時候 北里就已經在擬定要如何反擊這個說法 1897年的《西菌學》雜誌上面 他針對青山應通的說法就舉出來說 他說鼠疫菌有多種的型態 就如同昆蟲的生命型態一樣 會結勇會羽化會成蟲一樣 所以他所發現的鼠疫菌裡面的 從桿菌到煉球菌到雙球菌 正是鼠疫菌演變的三型態 那麼這個說法呢 其實旭方並沒有接受 這個人其實也蠻狠的了 他發表了日文的這個百思篤覆命書不夠 這是這本 他還乾脆把裡面的重點翻成德文 發表在當時最重要的《西菌學》雜誌上面 然後其中針對所謂鼠疫菌 有多種型態的這個說法 強加批評 這件事情一出來後 就給了北里財商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這個事情已經從國內官司 打成國際官司了 1897年 科科研究所的另外一個研究員 康爾 對這個問題覺得非常的有興趣 於是呢 就找到了當初保留的 其中的一個北里菌的樣本 那麼根據比對以後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所謂的北里菌 是好幾種菌種共同存在的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它為什麼會出現三個型態 其實它根本就是三種菌 它不是一種菌 也就是它把它照片 甚至把它照片看在當時的一個 一個《西菌學》雜誌 德文的《西菌學》雜誌裡面 很清楚看到它是一種雜菌的型態 它其實就包括了今天我們所認知到的 鼠疫感菌還有肺炎鏈球菌 這件事情簡直是要了北里的命 北里為了要去解決這個 為了要去解決這件事情 於是在1900年實力傳染病研究所 召開的第53屆立會裡面 它本來預定要演說有關百思篤病 也是有關鼠疫的這場演說 突然的在開獎前的一個小時 突然的被取消 1900年海軍軍醫史部 這是石神亨的親友 就說傳說它的聽說 北里在其實在1899年的時候 11月就已經對內承認錯了 他犯了一個什麼錯誤 跟他批評序方是同樣一個錯誤 他的採樣被污染 這是那張照片 然後1899年演講公告取消 這件事情有什麼影響 今天實驗室做錯了 承認錯誤就好啦 如果醫學是科學的一部分 我們發現真理就好啦 在日本這件事情可不簡單 我最喜歡這句話 決別寫真 沒有啊他沒有要集體自殺啦 這個沒有到那麼武士道精神啦 不要想太多 1900年北里發現這個錯誤 青山應通這個叫北阿游跳出來了 這時候他已經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校長 他舉出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北里犯了這麼重大的錯誤 而且是在國際上失格 所以必須要有所處置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北里所掌管的私立傳染病研究所 這麼重要的國家級研究機構 卻是私立的 而不是國立的 這件事情沒有道理 於是透過了各方的壓力 青山應通在1914年 也就是大政三年的時候 把私立傳染病研究所 併入到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 成為今天的醫學科學研究所的前身 1914年 對不起 1914年當這個命令生效 他叫私立傳染病研究所 要併入到東京帝國大學的前夕 北里的學生 不要忘了這些學生 全部都是東大畢業的 只是一畢業了以後 就進入到了北里研究所裡面來工作 也等於是說是北里一手栽培起來的 其中的北島多醫就主動地講 他並沒有談到這件事情 跟科學真理有什麼關係 這跟我們今天所想像的 現代醫學作為一種科學的一個分研 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他高估什麼 我們老師受到這麼大的侮辱 我們作為他的門生人 岂可做事之 我們要一同辭職 因為北里丟了工作 他後來去開了清淨大學醫學部 然後這些人就真的就照了一張決別寫真 決別誰跟背後的北里研究所決別 因為他從此之後要變成東京帝國大學 醫學科學研究所 再也不是他們所認知到的 私立傳染病研究所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老師走了 作為門生的我們 怎麼能夠不隨老師同進退 當我們認為現代醫學是科學一環的時候 這一批已經進入到20世紀初期的 日本醫學科學家 他們還不只是醫生 他們是醫學科學家 卻做出了一個非常武士義氣的決定 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他們也許身上掌握的是顯微鏡 也許身上掌握著現代的手術刀 掌握著現代的醫療器材 但他們的價值仍舊跟幕府末年的那些 傳統的日本漢衣恐怕沒有太根本的不一樣 這件事情的影響還不止 因為這件事情 這些人離開了東大的影響 好我中間插一句話 在西方研究醫學史的過程當中 機構史是一個很重要的 例如說當我們要研究某一類醫學思想 或某一類醫學假設的時候 我們會以學校為單位 例如說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哈佛大學醫學院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 可是這樣一套的研究模式 放在日本裡面 似乎尤其在1945年前的日本 不太適用 我剛才已經特別強調了 北里長江郎東京帝國大學畢業 他的學生也都是東京帝國大學畢業 但是卻因為一個老師 跟他原本畢業的機構一刀兩分 而這些北里的門生 在1914年離開了 這個離開了四義傳染病研究所以後 隨著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力量的壯大 他們實際上在關東地區 在日本本島地區 其實也發生了很多的困難 於是我們就看到 輾轉地走到了日本 當時擴張的殖民地上面去 其中高木有之 來到了台灣 知賀傑呢 這個人就比較扭扭捏捏 1902年到1905年 就輾轉在日本和歐陸 一直到1920年 他到了首爾的金城醫專 擔任校長 而且把當年的 一起的同僚小林秦次郎 一塊都邀過去了 那麼在發明606治療 梅毒治劑很有名的秦佐巴郎 則跑到了中國參加滿洲醫科大的成立 那麼其他還有金井昌赤 到了南滿鐵道諸事會社的衛生部工作 工島幹支柱 則輾轉游移在琉球 跟台灣之間研究劣跡 我在我自己的英文書裡面 其實講過這麼一句話 日本的這場 醫界的內部的爭鬥 看起來就像過去五世家系 家族之間的 互相的堅持的不肯容忍 這裡面看不到 純粹的為了科學真理 反而倒有著相當程度的 同窗義氣之爭 但是這樣一個爭執的結果 卻使得剛剛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周邊國家 意外地接收了一批日本的醫學精英 這些日本醫學精英 是幾乎就是第一代 當日本還不足夠 當日本這個醫療人力 還不足夠的行為下面 這些醫學精英已經走向了殖民地 這樣的發展在其他英國 在法國的殖民地上面 並不常見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如果我們在講的 剛才講的都是上層精英的時候 那下層的人呢 野口英氏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野口英氏出生在福島縣的豬苗袋 的一個貧農家庭會讀書 可是呢他有兩個缺點 第一個缺點 他出生建農家庭 身份地位低下 第二個 他左手腕以下 還曾經因為小時候的不注意 把手放在地爐裡面 燒焦變形 所以他始終 他的照片裡面 雖然日本人後來把它放在千元鈔上面 這就是野口英氏 他始終把他的左手藏在他的大印裡面 你們如果看過 拿破崙的照片 知道那個手藏起來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他東大畢業以後 也投身北里門下 可是在東大跟北里的爭執當中 他既不是東大 既不是東大系統 也不是北里系統 唯一能夠解釋的是 他的身份都構不上這兩個門派 這兩個門派都高在雲霄上面做鬥爭 關他什麼事 之後呢 他也走了一條非常不一樣的路 當大 當我剛才之前講了 1870年的醫治 以德國為根本去學習德國語學 所以醫界的語言是德語 而不是英語 當大家都在講德語的時候 這個人大概反正也自尋出路去了 他學英文去了 所以賓州大學病理學教授 到日本訪問的過程裡面 他自然理所當然的就變成了 最佳的口譯人員 1900年 他在日本的發展不順遂 就申請到了賓州大學病理學教授 那麼他到賓州大學發展以後 如魚得水 到了異鄉異地 他過去的身份 身份的這個智庫 身份的一個限制 不再成為他發展上的一個局限 他不離開了日本那樣一個隱性的 有明治維新之後的隱性的社會 階級制度的社會的情形 他找到了一個新的空間 他在黃熱病的研究上面 非常的有長足的進展 那麼甚至在許多西方醫學史的書籍裡面 還會稱他為黃熱病研究之父 1914年15年 如果不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或許會是諾貝爾獎的得主 他已經被兩度提名 1915年他因為母親過世 他只有一個媽媽 從小就是一個孤兒 他當然只有一個媽媽 他的母親留在日本 1915年他母親過世 他為了這個事情 專程返回日本奔商 他所到之處 因為當時他已經很有名了 他所到之處 雖然都受到相當程度的歡迎 但是在他的紀錄 在他自己的日記 在他自己的筆記裡面 我們就看到另外一個非常有趣的 歡迎他的 都是當地的醫師會 沒有看到東京帝國大學同窗會的歡迎 作為一個東大的畢業生 日本一屆最大的勢力團體 是東大同窗會 就如同今天的 對不起 沒有冒犯意思 也許就如同今天 台大醫學院的同學會 但是沒有一個這樣子 同窗會的人出來歡迎他 表揚他 難道他不是東大的畢業生 他自覺這件事情 重新辦好了母親的上市以後 他就回到了美國 從此以後 其實除了公務以外 沒有在日本定居的一個經驗 所以我給了一個標題 作為一個寒門 在1915年以前的日本 即便是西洋一界 仍舊沒有立錐之地 他的身份 不會因為他的醫學成就 不會因為他的醫學貢獻 而有所改善 真正決定他在日本一界裡面的地位 仍舊是那個 從封建時期以來的社會結構 與社會價值 好 最後給一個小小的結論 我想我們今天可以到這裡為止了 木斧末年的西洋醫學進入到日本社會的時候 有幾個東西要考慮 第一個西學東來 但是這一群中下武士階級 開始向下沉降的過程當中 他必須去仰賴過去家學的知識 家學的基礎 使得他能夠在一個新的社會裡面 去轉換成為他謀生的技能 而在這個裡面傳統的漢醫家庭 藉由這個機會 藉由全盤西化的浪潮 轉變成為了西洋醫學的家庭 但是這個轉換是一個比較表面性 是一個技術性 知識性上的轉換 卻不涉及到價值的 卻不涉及到一個倫理性的改變 他在行為上像個習醫師 他穿的衣服像個習醫師 他的思考就是個習醫師 可是他所要遵守的醫療倫理 跟道德規範卻像是一個傳統的武士 如果是這樣子講的話 那我們看看這句話 把什麼刀小心的取出來 用真心誠意的差勢 分類擺好 一如倫常之有序 切不可紊亂 指什麼刀的時候須心手刀如一 方能成其功 像莫代武士講的話 可惜不是 全部都是這個 這是我用日文翻過來的 他放在哪裡 記不記得剛才講的三級聖三郎 三級聖三郎的病理解剖教室上面寫的這一條 如果我們相信所有的這種整理守則 是為了讓你讀得懂 記得清而且能夠遵守的話 用的是當時這些學生所能夠接受的語言 如果今天把這句話貼在你們的大體解剖教室裡面 大概先笑到肚子破掉為主 沒有人會去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守則 可是對於三級聖三郎在1897到1900年的學生來說 這是他們相信的東西 這是他們行為準則 就如同你們現在當然沒有人會被青年守則對不對 我們當年背了還可以拿獎狀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似乎應該要相信這個 我們今天就結束在這裡